超過六個紙箱疊成兩層 在馬路上往前漂移 甚至佔據外側車道 根本就看不見駕駛在哪裡 就連車體車牌都完全被擋住 夸張景象就出現在 台中西屯區一處路段 當時馬路上出現大量回收物移動 讓不少民眾直呼超級危險 還有人說像是移動城堡 甚至有網友剖出照片 表示常看見有長者 騎著機車或者單車 載著大量回收物的情形 而記者實際回到事發地附近 也找到一名富人 疑似就是當事者 你騎車太危險了 不會 你手又拿黑 這樣騎啊 不會 別這樣啦 你後面又拖這樣 富人用一台老座機車車 車程周圍掛滿了回收物 後方用繩索固定指向拖行 面對勸告依舊不聽 騎著機車拖著大量回收物 直接騎上路 警方表示車牌被遮擋 以及騎機車拖行物品 都已經違規了 最高合併可開罰一千兩百元 富人貪方便危險騎車的下場 恐怕當天買回收的收入 都不夠繳交罰金 TVBS新聞亮環亮反應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